出道卢朗 已是静谧的傍晚 雪山草垫河流 天空中北去的候鸟 更有久违的彩虹 卢朗 我认你为我心中的彩虹 我是爱生活爱旅行的福尔 我们现在在藏子旅的第七个注册地 卢朗 这里太漂亮了 我们藏子旅给我们太多的惊喜 太红 今天早上离开了 貌似四外桃源的 波蜜达 嘎朗湖畔 那真是一个四外桃源 我真是流连忘返 真的不舍得走 但是我们还是出发的往前走 没想到来到了卢朗之后 又给我们惊喜 哇太美了 太漂亮了 真的怪不得那么多人都说 此生必价318 哇318路上的美景 真的惊艳到我们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哇 那种生 真的是生命和心理的震撼 同时都有 太棒了 清晨的卢朗河畔 推开车门 我一下子就走进了画中 大自然是最杰出的画家 扑面而来的 是似曾相识的美景 这难道是我曾经 多是梦想的理想家园 但是这一个人是第一个人 去世 去世 早上好 昨天我们就住在这里 旁边 有奔腾不息的湖水 然后近处是青山 远处是雪山 紧邻318国道 虽然紧邻318国道 但是我们这里 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安静 因为大家知道三叶包国道上晚上车特别少 旁边就是茂密的高山森林 早上就是被小鸟 大家能听到吗 这种清脆的小鸟的叫声唤醒我们 非常开心的一天 这里空气非常的清新 棒极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注册地 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 这马好漂亮 三叶包国道真不愧为最美国道 验着三叶包一直向西藏前进 我们遇见了无数的美好风景 我们现在验着三叶包国道 到了深山老林的卢朗小镇 在这个小镇风景如画 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的是 我们又探访了卢朗小镇的一个扎西港村 这是一个藏族同胞的村落 村落里没有多少人 都是白色的墙壁 然后很有云族特色的建筑 特别安静 我们刚才遇到了藏族同胞 然后问他们这里 大概有多少户人家 他说大概有六十户左右 非常的安静和一个小的村落 这个村落就背靠着大山 卢朗镇就是在一个深山老林中 它两侧有高山 然后山谷间是一个草垫 非常的肥沃的草垫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牛羊马 在草垫上去觅食吃草 特别的悠闲 特别的悠闲 在卢朗的草垫上骑着杖马 春风得意马蹄不及的赶脚 哇你挺厉害呀 今天身临奇境在卢朗小镇 身心飞不及的赶脚 今天身临奇境在卢朗小镇 身心飞不及的赶脚 非常放松 也特别的感叹 前些天有几段路崎岖复复杂 而且风雨兼程很辛苦 我膝盖有点小毛病 有点疼 所以晚上睡觉前小妹问我 你还想来西藏吗 我知道她心疼我 但我没有回答 今天在这儿 我俩都高兴得一语言表 感觉之前一路颠簸 都是值得的 这也是我给小妹的答案 这几年的房车自驾旅行 带给我很多感悟 原来房车自驾旅行 就是我们的小梦想 努力把生活 变成自己梦想的样子 就很快乐 这就是我们福旺家的房车生活 你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 请点赞 关注 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